中国基督徒人数 共有七千八百万人 中原和远海七个省份就占了四千五百万人 而42%基督徒分布在其余25个省 西战市基督徒人数最少的地方就只有一千二百人 中国福音传播不是很平均 特别在西南及西北地区 十个省份的基督徒总人数只有八百万 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些地区 因地处偏远 文化差异及语言不通 往往就是被忽略的一群 他们享受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感受不到科技发达的生活 更分享不到福音增光的照耀 在基督教里他们被称为为德之民 就是不能自我福音化的一群 若没有外来的协助 他们没有能力在本地发展福音事工 就是投放很多资源在这些地区 也不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很多宣教机构都关注这些地区 做出了长远发展和福音资源 现今在中国传福音 最困难的地方是战族 他们信奉战传佛教 回族与维吾尔族 是信奉伊斯兰教 还有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多个少数民族 他们各有传统的宗教信仰 今天 我们要举起双手 为他们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是当当当金 我们要祷告 神有同大使 不应在中国传播200年来 对这些地区的未得知名 仍是未有得着 我们今天必须正视这个需要 发动大量的带导资源 播出更多的宣教基金 拆遣有负担的宣教士 也求主给我们更多 同心同行的同路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